我们再次欢迎同学们回到约翰福音的课程 我们在上个礼拜结束之前 我们已经讲到耶稣骑离进入耶路撒冷 我们知道当时候他们是以君王的姿态 以迎接君王的方式来迎接耶稣 因为在他们的脑中 他们盼望这位耶稣来复兴以色列国 在他们的心中 他们升却耶稣来能够推翻罗马帝国 而建立上帝国度的政权 所以他们带着这样的心态 来欢迎耶稣进入耶路撒冷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并不是骑马进来 耶稣是骑驢子进来 难道耶稣没有马可以骑吗 那不是的 因为耶稣很清楚的知道 他进入耶路撒冷根据撒加利亚书所说的 他来不是要做 不是要征战 乃是要先带来和平 因此他第一次来不是要来做君王 他要来做救主 不过有一天 耶稣基督的国度一定会降临 所以当我们在读到启示录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那时候耶稣要跟他的这些天君天使 还有众圣徒 那时候他是骑什么 骑马进来 所以这些人是带着自己的思想 带着自己的盼望来迎接耶稣 但无论如何 耶稣已经应验了 就业撒加利亚书所说的 看啊你们的王来到了 他是骑着驴机子来到 所以耶稣进入耶路撒冷 就开始他受难的一周 我们在这个礼拜也谈到 有几个希腊人要来见耶稣 那耶稣就借着他们来见他 且回应了这一段的话 特别提到服事 就是一粒麦子 如果不落在地里 死了人就是一粒 如果死了就要借出许多的子力来 来勉励我们 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 就是把自己来放在主的祭坛上 耶稣好像一粒麦子 甘愿死了 就借出许多的子力来 所有的服事要成功 一定要有麦子 甘愿死了 所有的生命要能够满足神的 这一个要求 所有的生命要被主使用 那这个我一定要舍命 一定要放在十字架上 所以这就是服事的秘诀 主耶稣说 若有人要服事我就当跟从我 我在哪里服事我的人也要在哪里 我们就是这样子的来服事主 那我们在上个礼拜的结束之前 就谈到耶稣知道他要钉十字架 所以他说我现在心里忧愁 我说什么才好呢 父啊就我脱离这时候 但我言是为了这个时候来的 约翰福音的记载 那跟其他的福音书的记载 有不同的地方 但是同样的都讲到 耶稣他是神 但是他也是人 在他人性里面 他是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 所以在面对危险的时候 危难的时候 也必然有的挣扎跟反应 更何况他要肩负世人的罪 那这是圣子不曾经历过的 因为我们的主没有犯过罪 而他竟然要怎样 要背负人的罪的重担 所以当他面对十字架的苦难的时候 这个苦悲的时候 他曾经在科西玛尼亚 科西玛尼亚做同样的祷告 父啊求你将这个悲挪去 但是我们说耶稣的祷告 常常跟我们最大的不同的 就是他愿意顺服主 所以他就说 不要照我的意思 乃照你的意思 那这是最顺服的祷告 求主教我们 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 来到主的面前祈求 但是我们更深信主的智慧 我们更深信他要给我们的 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我们要深信他带领我们的是最好的 所以因此我们愿意像耶稣这样 常常顺服在主的意思里面 那第28节 主耶稣继续祷告说 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 那当时就有圣灵从天上来说 我已经荣耀我的名 我们还要还要再荣耀 那我们知道耶稣一生事奉里面 有三次提到天父从天上发出声音 来为耶稣做见证 那我们有印象第一次 就是耶稣开始在地上服事的时候 当师起耶稣给他洗礼了之后 他从水中上来 圣经说天就开了 圣灵好像鸽子降临 就有圣灵说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 那第二次是在耶稣服事的中期 当他带着门徒到了登山 高山的时候 他在那里变他的 改变了他的形象 那是荣耀的形象 有摩西跟以利亚出现 他们在讲什么啊 大家有印象吗 他们在谈什么啊 你说我不知道我没有在那个地方 我知道你没有在那个地方 当你有读到圣经 他们在谈论什么 谈论耶稣 关于耶稣死的事情 关于耶稣钉十字架的事情 也就是关于耶稣救赎的 这个使命的事情 那时候忽然就迎来 就遮盖住了 说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又是第二次的生命 第三次就是现在 当耶稣再次祷告 说父啊 愿你荣耀你的名的时候 耶稣怎么样能够荣耀父的名呢 就是他在地上遵行他的旨意 所以当他被欢呼 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 人的心中他要 他要做地上的王 但耶稣的心中知道 他要上十字架 就这个时候 耶稣又在十字架上 荣耀他的父 所以这时候天父又在发出声音 肯定了 这个声音 肯定了说 我已经得作荣耀 我还要再得作荣耀 所以我们就看见 耶稣在地上的岁月 其实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是完全的 甚至 没有任何一件事情 是违背父的心意的 所以耶稣常常说 我来就要照着我父的心意而行 所以他常常祷告寻求神的心意 他顺服神的心意 所以基督借着遵行父的旨意 他得作了最大的荣耀 其实这是主的信念 其实我们都知道 上帝的旨意在天上是自由运行的 但是在地上谁遵行天父的旨意 我们知道只有耶稣一个人 遵行天父的旨意 但是今天我们是他的儿女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要遵行他的旨意 所以你记得你在主祷文里面怎么祷告 你在祷告文里面怎么祷告说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生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说过了主的旨意在天上是自由运行的 但是在地上很多的时候 我们人拦住了神的旨意 我们很多人不要造主的旨意行 但你信主之后 要常常求主让我们能够遵他的旨意行 所以耶稣基督在这件事情上 荣耀了天父 那不但这样 他还要再荣耀旨的就是 耶稣在十字架上要荣耀他的天父 因为他顺服父的旨意被上了十字架 他从人性的信义是 你如果许可把这个杯挪去 但是不要造我的意思 就造你的意思 那耶稣不是假假讲的 是真的 当天父说好 我的旨意叫你上十字架的时候 耶稣有没有变脸 耶稣有没有生气 有些人是假假的 你懂吗 造你的意思 你真的造你造他的意思 所以你就生气了 我只是客气跟你讲这样的话 你不要把它当作真的 耶稣不是 等耶稣说 父啊 造你的旨意行的时候 父说上十字架 因为全人类的罪需要 你在十字架上满足这个公义的要求 所以耶稣顺服神的旨意 就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就成就了神的心意 他荣耀了天父 那这个时候 站在旁边的人就听见 就说打雷了 还有人说 有天使对他说话 打雷了跟天使说话 这两样东西为什么会放在一起呢 那唯一的能放在一起的就是 因为他们都听不懂 所以地上的众人的感受是打雷了 打雷什么指纹其身 不明起义就好像亚子听雷 我们常常说 意思说你不知道在讲什么 还有天使说话呢 天使就说话 他的话语 我们听不懂是话非话 是懂不懂 非懂 所以这些人在地上 他们并不知道这些声音的意思 但耶稣知道这个声音的意思 就是父肯定了他的顺服 所以他们的感觉是什么 打雷了 不过他们经历 有这样的事情 神借着天上的声音 其实这个声音很清楚的 其实神讲得很清楚的 但是人的属灵的这一个程度 没有办法理会天上的事情 所以有时候他们就听不懂 所以我盼望你做礼拜 不是每个礼拜结束后都是打雷了 天使说话了 如果每个礼拜 牧师在台上讲完 当你都这样子讲的话 我们真的是很难过了 我盼望我们不是在这里打雷 我们是讲的 大家听得清清楚楚 但是神的声音提示是清楚的 那为什么听不懂 我们没有矫正我们的心跟对主的心 其实我们信主的人 听到听得很清楚很明白 但是你还没有信主的时候 你很多道理听是听 但是你听不明白 你好像像思道又好像不知道 清楚又好像不清楚 只等到你信主之后 你回想起来 哦原来是有差别的 相信之后的确 圣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 我们主的话就变得容易明白 听得懂 因为我们有那个生命 来领受了上帝的话语 所以同样的那些人 当他们这样子的时候 耶稣说 这圣灵不是为我 是为你们而来的 为什么不是为我呢 耶稣解释说 这个圣灵不是要证实 耶稣的祷告蒙印里 乃是要让人知道 父已经听了耶稣的祷告 也就是借着这样 要兼顾人相信耶稣的信心 同时堵住了不愿相信的人的借口 因为天父从天上做正绩 来怎样 来证明这是我的爱子 他要为众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三次的见证 圣灵三次为耶稣做见证 知道他要成就上帝的心意 那耶稣继续的说了 所以耶稣在三十一节我们读 现在这世界受审判 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 耶稣一讲完 他要得作荣耀 他荣耀了主的名字后 他立刻说 现在这世界受审判 那提示正确的翻译 有两个现在 现在这个世界受审判 现在这个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 那接着下来耶稣要讲的就是 他钉十字架到底有什么果效 他的功效是什么 那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这是罗马很残酷的刑罚 而且这是对罪人的刑罚 而且犹太人也同样的观念 认为挂在木头上的是受咒诅的 所以因此犹太人跟罗马人 有同样共同的认识 因为挂在木头上是咒诅的 这是犹太人从旧约圣经知道的 而钉十字架不是钉这些普通的人 乃是钉这些罪犯 政治上对国家有害的人 而耶稣就这样的被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因此从人来看 耶稣好像是遭受了什么 世人的敌对 抗拒 最后被世人杀死而去解 这是人的观点 一个死在十字架上的 在人看来的罪人 在人看来的受咒诅的人 他怎样能够救世界上的人呢 他怎样能够荣耀上帝呢 所以在他们的观念里面 耶稣的死似乎是什么 撒但的胜利 但是我们知道耶稣现在要讲的 事实上 神借着耶稣被钉在十字架 我们已经知道 祂是完成救恩的一个大的计划 因为神的公义在十字架上彰显 神的爱也在十字架上彰显 耶稣钉十字架的同时 祂审判跟抵挡神的这个世界的体系 所以耶稣说这个世界要受审判 同时这个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 表示什么 败坏了魔鬼的权势 好 这句话 世界要受审判 是什么意思呢 谁来审判这个世界呢 只有世界的王 那弟兄姐妹 世界的王是谁呢 从圣经来看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现今这个世界的王又被称为信世界的神是什么 魔鬼 所以当你读哥林多后书的时候 保罗就讲到世界的许多的人看不见福音的光 因为他们被世界的神弄下了他们的什么 心眼 所以今天这个世界的体系是抵挡什么 抵挡神的 因为魔鬼在这个世界 他是空中的掌权者 他是这个世界的王 他在这个世界里面的体系怎么样 抵挡神 并且你也读到 约翰告诉我们全世界握在什么 魔鬼的手下 那我们做基督徒又明白 其实这个世界是属于谁的 属于魔鬼的吗 不是 这个世界是谁的世界 天父的世界 你唱过一首歌吗 这是天父世界 你看基督徒常常明白 这个世界是天父的世界 是上帝说造的世界 但是你又常常说 这世界非我家 所以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会有分裂症 对吗 一下子讲这是天父世界 一下子这世界非我家 所以你就知道 我们在用词的方面 有同样的字 它有不同的什么 不同的意义 当你说这个世界的时候 这是天父的世界的时候 是指上帝创造的宇宙万物 都是属于神的 当你说世界非我家的时候 你讲的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创造的世界 那是这个世界里面的体系 那么当我们说 世界的王是魔鬼的时候 讲的是世界的体系 世界整个体系是怎样 是抵挡神的 但是这个世界 整个物质 是神所创造 是属于神的 所以当耶稣说 这个世界要受审判的时候 谁来审判 要世界的王来审判 但这个世界的王是魔鬼 他已经在这个地上建立他的什么 他的国度 魔鬼的国度是用什么来运作的 用犯罪来运作的 上帝的国度是用什么来运作的 用行义来运作的 这就是为什么你属于神的儿女 你进入上帝的国度 你被教导什么 行义 但是如果你在魔鬼的国度里面 在黑暗的世界里面 你被叫到什么 反罪 所以我们今天重生得救的人 我们在上帝的国度 还是在魔鬼的国度 我们在上帝的国度 在光明的国度 菲律比书说 我们是属于天上的国民 但我们又是地上的什么 国民 我们是天上的国民 我们属上帝的国度 所以我们行义好 既然这样 如果这个世界的体系 是属于魔鬼的 魔鬼是世界的王 他怎么会审判这个世界呢 他不会审判这个世界 所以当耶稣说 谁要来审判这个世界 就是那真正的王 要来审判这个世界 所以就只有把世界的王 怎样 赶出去 当世界的王被赶出去的时候 请问 这个世界是属于谁的 是耶稣基督的 将来耶稣基督再回来 他要做什么 他要做王 他要在哪里做王 他又在他所创造的世界 什么 做王 所以当世界的王被赶出去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耶稣基督真正的 他才是什么 他才是王 魔鬼是一个假的王 魔鬼的权柄是假的 抢来的 他从人的手中抢来的 因为什么 因为神把治理世界的交给谁 交给了亚当跟夏娃 但是亚当跟夏娃 却听从了魔鬼 犯罪的时候 他就被什么 把这个权柄从他手中抢过来 所以全世界就握在魔鬼的手下 但是 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 整个历史改变了 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 上帝的计划实现了 那个时候 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 那真正的王要来到 而真正的王来到的时候 这个世界的体系就要受到什么 审判 所以耶稣在这里就宣告了这件事情 世界的要受审判 这世界的王要怎样 要被赶出去 所以我们知道 世界上的人有一天要面对耶稣基督 世界上的人如果拒绝耶稣基督 在魔鬼的体系里面 我们要受到什么 受到审判 这个审判是现在 这个审判也是将来的 这个审判是渐进的 那我们倒回来看世界的王被赶出去 那魔鬼会在历史的过程当中 逐步的失去他的权柄 他的权限 他的自由 而他的阶级就是进入什么 永火里 我们知道魔鬼从哪里来的 魔鬼是因为上帝所造的天使长 怎样堕落而成为魔鬼 当他堕落的时候 我们不要忘记他是一个天使长 曾经是一个天使长 神给他有能力 神给他有一定的自由 神给他有一定的权柄 所以他是属于掌权者 但是他堕落的时候 他就用他的权柄怎样 来做什么 来做邪恶的事情 来抵挡神 所以神在他永世的计划里面 逐步的慢慢的 把这个权柄 随着历史的过程当中 把它带回来 你要了解在上帝的 整个发展的计划的里面 我们一定要知道上帝在历史中的作为 上帝不像我们这样 如果我们做上帝 我们立刻给魔鬼死 就结束了 对不对 我相信你跟我都有同样的智慧 不都是人的智慧 不是神的智慧 上帝不是这么做事情 神在永世的计划里面 他让魔鬼在这个世界上 不过他的计划要继续的进行 等到他的计划完成的时候 魔鬼也逐渐的怎样 怎样让他消灭 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过程慢慢的逝去 而最关键点在哪里 最关键点在耶稣基督 钉十字架 所以我们如果当耶稣钉十字架之后 我们看圣经 你看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 我们读一节的经文 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 明显给众人看 就仗着十字架夸胜 大家注意 每一次你读新月圣经 保罗的书信 你读到这句话 执政的掌权的 讲的就是魔鬼 讲的就是这个堕落的天使 这个堕落的天使要被捉来 显给众人看 为什么 因为他在十字架上 耶稣基督已经什么 得胜了 所以当耶稣 当哥罗西书写这句话的时候 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 已经得胜 一看一书三章第八节 我们读 犯罪的是属魔鬼 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 神的儿子显现出来 我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我们先记得 除灭魔鬼的作为 西伯来书二章十四节 而你既有同于血肉之体 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 他要借着死 败坏那长死权的 就是魔鬼 败坏那长死权的 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节 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 昼夜控告 我们弟兄的已经被甩下去了 他从天上可以自由的往来 他被甩下来的时候 所以你知道你读月博记吗 我们上月博记的时候 魔鬼在天庭跟神控告月博 对不对 但是那个是在 耶稣钉十字架之前 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 魔鬼就这样 被从天上的这个天庭 怎样赶出来 所以他就来到这个空中 就成为空中掌权者的魔鬼 那我们要先了解这个空中 不是我们眼睛看到这个空中 所以你不要怕坐飞机撞到魔鬼 或者要得到他的同意 你才可以飞过去 这个空中的意思是指 天庭以外 上帝的天上的庭以外 这个宇宙的空间 魔鬼自由运行 所以今天我们人被局限在这个地面上 我们眼睛看到的 没有办法看到真正的天空 但是魔鬼就在这个空中的掌权的意思是 这个地球之上 他都有他的权柄 这个是他已经失去了 他已经从天上的天庭 被赶到空中的掌权 然后他在这个空中掌权的 很多座位已经什么 被除灭了 我们刚才提到 耶稣神的儿子显现 我要除灭魔鬼的什么 座位 他什么座位被除去呢 我们从圣经知道 他控告信徒的有效性已经失去了 为什么 魔鬼怎么控告你 魔鬼现在控告你有用吗 没有用 为什么没有用 因为你所有的控告 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 可以这样得着赦免 你所有的控告状在耶稣基督十字架上已经这样被撤去了 所以这个控告信徒的有效性失去了 魔鬼的作为包括负在人身上的这个权柄 这是我们在这里 我们所持守的神学的立场 还有他一时恐吓人的作为怎样 死去了 就逝去了 刚才你读西伯来书提到 他败坏了长死权的魔鬼 魔鬼从来没有长死权 谁是长死权的 生命的主权是长死权的 生命的主权是长死权的 魔鬼从来没有长死权 魔鬼要长死权要得到什么 神的同意 所以这个长死权的意思是 魔鬼一直以来用食威胁着人 所以人就活在什么 怕死 所以如果你读西伯来书 读前面那一点 那因为怕死而做什么 奴仆的人 你怕死做奴仆 你就是被魔鬼用他的 好像长死权的恐吓你 但是你记得耶稣来到世界上 他说什么 那能够杀身体的 不能杀灵魂的 你不要怎样 你不要怕他 你看现在 魔鬼所用的都是杀身体的 你看伊斯兰国全部杀身体的 他们把人的头给砍下来 他们把人给杀死 是很恐怖 但是耶稣说不要怕这些人 他们能够杀身体 他们不能够杀什么灵魂 更何况当耶稣死了 又从死里复活的时候 给了我们复活的盼望之后 死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弟兄姐妹 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 已经把魔鬼的恐吓人 对死亡的威胁怎样解除了 所以魔鬼失去了这些的作为 那现在他已经受到极限了 好再来再读下去 启示录20章 第二到第三节我们读 他抓住那龙 就是骨蛇 又叫魔鬼 也叫撒旦 把他捆绑一千年 扔在无底坑里 将无底坑关闭 用硬风扇 使他不得再迷惑裂果 等到那一千年完了 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 我们读过 在千年国度的时候 耶稣基督降临 在地上千年国度的时候 撒旦要被关在无底坑里 一千年 所以他的权势 会受到一进步一步的极限 最后呢 启示录20章第10节在读 那迷惑他们的魔鬼 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 就是受和假仙师所在的地方 他们必昼夜受痛苦 直到永永远远 所以魔鬼最后的阶级 不是你跟我会去的地方 而是那流氓火湖 魔鬼最后的阶级 魔鬼是会被消灭的 所以神的时间到的时候 世界的王辈赶出去 主从天上会来做王的时候 那时候他审判什么 审判世界 你明白 这就是十字架的重要 因为耶稣如果没有在十字架上死的话 你的罪没有出去 魔鬼就有权势 因为魔鬼的国是用什么 犯罪 为什么你犯罪 你为什么你犯罪 你就会受威胁 因为魔鬼的国度是行恶的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是行义的 你了解这个很重要的关键 今天魔鬼已经受到极限了 那我们要不要怕魔鬼呢 那等一下我们会讲 我知道你的大爱 一定是不用怕他 是的 你是不用怕他 但是你还要怕他 你要怕他不是因为 他可以威胁你 或者治你一死地 不是 他还有一定的本事 等下我们会谈到 首先他有几千年的生活经验 是我们没有的 你再了不起 也是几十年 魔鬼几千年 他有很多的经验 第二 他还有一定的能力 他用的能力是比他 把你给 他来扶在你的身上 或者恐吓你来的更加的 更加有效的方法 所以等一下我们会谈到 但大致上我们先了解 魔鬼是一个失败者 我们不要把魔鬼高举的 好像跟神这样 我一定要告诉大家 魔鬼跟神不是平等 魔鬼跟神是上下的 神的反义词不是鬼 记得 每次我们讲神 你就想到鬼 不对 神的反义词不是鬼 在神的对面是什么 没有东西 没有人可以跟神同等 所以比赛亚书说 你们谁能够拿假神跟我比呢 不能 神就是独一的什么 真神 所以魔鬼在他那里 在他的下面 魔鬼是他创造的 邪恶堕落的灵 先了解这个重要的观念 那我们继续看 耶稣继续的说下去了 耶稣说 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就 这个世界就 我们就看 接着下来 我们看下去 看到第32节 我们读32 32节 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 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 耶稣说 我如果在地从地上被举起来 那这是讲什么 被举起来是讲什么 耶稣说 我如果被举起来 以后你在后面看 33节 耶稣这话 也是指着自己 将要怎样死说的 我如果在地上被举起来 就是 我如果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我如果死在十字架上 下面那句话讲什么 就要吸引万人 来归向我 那弟兄姐妹 耶稣 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 就要吸引万人 来归向我 那么 你要了解 死人可能吸引人吗 弟兄姐妹 死人可能吸引人吗 一个死在十字架上的人 会会吸引人吗 不会的 所以那个吸引人 指的不是他的死 指的是他的父母 那我们再看 接着下去看 第34节 34节一起读 众人回答说 我们听见历法上有话说 基督是永存的 你怎么说 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 这人子是谁呢 这几句话 先看耶稣刚才所讲的 我们说过了 耶稣的死 地上被举起来 是请他是为罪人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而死 但是他要吸引万人来归主 死的是他的复活 因为人只有被永活生命的主所吸引 而不会被死人所吸引 所以耶稣基督指的是他的复活 如果耶稣只是死在十字架上 不过是一个英雄式的死 很英雄 但是耶稣的复活 才证明他是那个得胜 有能力的 能够吸引人来归向他 但是当时候犹太人不明白 所以听众就听不明白 犹太人也不懂 他们认为被举起来就是死在十字架上 然后他们问一个问题 所以他说如果他是死在十字架上 那基督是不会死 基督是不死在十字架的 所以他们就质问他说 基督是永存的 你怎么会说人子要死呢 这位人子是谁呢 你看犹太人 他们完全没有什么 没有弥赛亚 必须经过受苦 死亡 然后再复活的认识 他们完全没有 他们读整个旧约读完了 白读啊 他们读完了之后 他们并不清楚知道上帝的计划 耶稣要死复活 然后神天等等的弥赛亚的工作 所以他们认为 弥赛亚不会死的 弥赛亚不会死的 那你如果 你如果说你要死 那你到底是谁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接受 他们问了一个问题 这位人子是谁呢 弟兄姐妹已经三年多了 耶稣已经教导他们三年多了 耶稣就问 跟他们说 我告诉你我是谁 我是谁 三年多后他们还在问 你人子是谁呢 所以你看到 他们完全在苏灵上是极其黑暗了 这就是你明白 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耶稣 他们认为 耶稣只要死在十字架上 就不是弥赛亚 这是他们很错误 很错误的观念 好 三十五节 我们读 耶稣对他们说 光在你们中间 还有不多的时候 应当趁着有光行走 免得黑暗临到你们 那在黑暗里行走的 不知道往何处 你们应当趁着有光 信从这光 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 耶稣说了这话 就离开他们隐藏了 最后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要抓住短暂的时间 趁着现在有光 耶稣是光 耶稣说我还在地上 你趁着现在还有时间 你现在还有机会 你信从这个光 然后成为光明之子 耶稣要他们回到真光 不要拒绝这个真光 然后成为光明之子 但是耶稣也知道 他们的不相信跟反对 所以他的回应 圣经说就离开他们隐藏了 弟兄姐妹 耶稣为什么要隐藏 其实耶稣的隐藏是人的悲哀 因为我们知道上帝的美意 像自以为聪明的人就隐藏 而像阴海般谦卑的人就怎样 显露 所以他们是怎样 他们是拒绝耶稣 所以耶稣把自己隐藏 这个隐藏的意思就是 他整个公开传道教导的服事就怎样 结束了 他就不再教导 公开教导他们 那这是人的悲哀 所以今天 如果你听到没有道可听了 那是人的悲哀 因为你这些日子 你知道普世的教会 如果不爱听道的话 不爱听道的话 就不会有传道人讲道 如果不会有传道人讲道的话 以后就渐渐的没有什么 没有道可听了 那是人的悲哀 今天神学院什么都训练 包括训练行神迹 当然是假的神迹 怎么会行真的神迹 然后讲道已经不重要了 所以神的仆人不再讲道了 那我告诉你那是悲哀 将来有一天你要找讲员 你找不到 因为大家都不会什么 不会讲道了 什么是讲道 已经是一个迷失 失去的一个 已经没有再使用的 失去的 这是很可悲的 所以耶稣他们不相信 他们不愿意回应 那耶稣就时间结束 耶稣就怎么样 隐藏了 有一天神的工作 如果在我们当中某一些光已经逝去的时候 这是人的可悲的 所以耶稣来到三十六节的时候 就结束了他整个公开的侍奉 从三十七一节的下来 要讲的是他公开侍奉的一些节语 那我们从三十七节先读到四十三节 我们一起读 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 他们还是不信他 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 主啊 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 主的宝贝向谁显露呢 他们所以不能信 因为以赛亚又说 主叫他们瞎了眼 硬了心 免得他们眼睛看见 心理明白回转过来 我就医治他们 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 就指着他说这话 虽然如此 官长却有好些信他的 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 就不承认 恐怕被赶出会堂 这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 过于爱神的荣耀 三十七节约翰总结说 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 他们还是不信他 所以门徒约翰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耶稣三年半行了许多令人惊奇的神迹 如果按照约翰福音独家记载的呢 他记录了八个 而七个是在耶稣钉十字架之前 一个在耶稣所复活之后 那其四本福音书呢 总共呢就记载了三十七个 所以还有很多是没有记录下来的 我们过去谈过的七个神迹 就包括了水变酒 那证明耶稣的能力超越时间 还有自好加百龙大臣的儿子 他的能力超越空间 他在池边把那个人 把那个三十八年不能行走的人 把他叫他起来行走 他超越了疾病 他给五千人吃饱 他超越了人的缺乏 那么在水面上行走 他超越了一切的定律 还有他治好了生来瞎远的人 是超越人的局限 他是拉撒路复活 他超越了死亡 耶稣的这些神迹 他当时候行了这么多的神迹 但是你看见 约翰说他们还是不信他 我们可以做一个总结 就是神迹步道是没有果效的 神迹步道不是上帝所用的方法 今天如果任何人还是这样子想 我如果能够行神迹 可以叫很多人信主 那他没有读圣经 他不明白上帝的心意 因为耶稣基督在地上行了这么多神迹 结果怎样 没有信他的人不多 所以在灵恩运动的第三波的时候 约翰这个Winber John Wimber提出了一个叫做Power Evangelism 他说全能步道 就是用行神迹来步道 他用使徒行传提到的神迹奇事来步道 那第三波是一个谎言 许多的欺骗 因为没有办法行出神迹出来 没有真正有能力行神迹 有恩赐行神迹的 因为神没有赐下神迹的时候 他们就制造神迹 所以这是一个许多可笑的事情发生 到今天还有人 还在重施故 重用同样的方法 以为我叫很多的人经历神迹 我就可以叫人来信耶稣 弟兄姐妹我告诉你 这是圣经给我们清楚看见的 神迹步道不是神用的方法 当年神 神借着耶稣基督行神迹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显明耶稣是旧约应许的弥赛亚 耶稣来了怎么知道他是弥赛亚 他行了旧约预言中弥赛亚的神迹 耶稣行圣经的目的 是要彰显他是全能神的儿子 他是有能力 所以当他平静风和海的时候 人家说他是谁 竟然平静风和海 他是神的儿子 还有这个神迹的目的 是耶稣在步道传福音的时候 解除人很多今生的困苦 跟他的极限 但是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 门徒继续领受神迹的 行神迹的能力跟恩赐 因为要证明他们是师徒 这是师徒的凭据 而当整个圣经启示完成的时候 神不再用神迹步道 神用话语步道 神要我们 上帝就猜人 信道是从什么来的 罗马书说信道是从什么来的 听道 信道不是从看神迹来的 信道是从什么 听道来的 而听道是从什么来的 传道 而谁就谁叫他去传道 上帝差遣的人去传道 所以奉差遣的人去传道 这是上帝所用的方法 就是今时今日上帝的方法 所以你好好的讲道 你好好的步道 你好好的传福音 带领人来信主 人家有需要你为他祷告 有病痛你为他祷告 你求主医治他 神自己医治 神自己的全能 自己施宜 神的主权施宜 我们关心人 我们传福音给人 但是 我们不再相信 神用神迹步道 因为耶稣已经 行过了神迹步道了 遗憾说信他的人 因为这样也能信他的不多 所以神迹没有叫人信主的果效 神迹虽然很多 因为神迹相信耶稣的切 什么不多 所以我们在读38节 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 说 主啊 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 主的宝贝向谁显露呢 这个时候约翰引用了以赛亚的话 以赛亚书这句话是出自于53章第一节 就是预言弥赛亚的篇章 53章就讲到弥赛亚在地面上来的时候 然后他提到 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 这是传道用口讲述的见证 是指当弥赛亚来的时候 我们告诉人家他是弥赛亚 有谁信呢 主的宝贝向谁显露呢 这是指上帝的能力 就是神迹的显现 所以其实约翰接下来要跟我们解释 人不相信耶稣有三个主要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 人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 其实是证明圣经是神的话 因为他们不信 就应验了先知以赛亚关于弥赛亚的义言 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 先知以赛亚已经讲了 弥赛亚来的时候 人不相信 所以人不相信就应验了什么 以赛亚的义言 也就是应验了旧约 而表示什么 旧约是圣经 是神的话 所以我们看到他 虽然行的很多神迹 我们的上帝的宝贝向谁显露呢 也表示上帝的能力神迹 没有人相信 人刚硬不肯相信 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为什么人不相信 因为人的心的顽固跟刚硬 这里提到他们的心刚硬 他们的心刚硬 主要的就是他们硬的心是 因为人堕落之后 人的罪性的必然结果 人抵挡神 人高抬自己 压制真理 人敬拜假神 代替真神 所以人心的刚硬是真实的 所以传福音是难的 是真实的 今天叫人家信主 很难 叫人家犯罪很容易 所以叫人家走黑暗的路 很容易 叫人家走光的路很难 你叫人家来信耶稣 是难的 因为人的心是什么 人堕落之后 倾向是抵挡神的 倾向是压制真理的 倾向是什么 是寻找事实上其他各种的途径 人不愿意回到上帝的面前来 但是这两个原因 是真的是主要的原因吗 不是 那人怎么能够相信 如果这样 人怎样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以后约翰会再跟我们讲 更深的 再下来就更深的 一个神学的真理 所以为了讲更深的神学真理 你需要喝茶才会来 不然你没有足够的精力来听 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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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